那张世贞高中之后 突闻噩耗 其其林雪梅 试图醉井身亡 因此情价返乡到其 谁知他回乡之后 竟在林雪梅墓旁 逐于草落而居 不言不渝 壮弱痴呆 有些小事 稍待 大红而前来 若能证实你所言非虚 则张老夫人 的确有虐习之嫌 而林雪梅之死 张世贞之失 仅由饥渴学者 东西包大人明察秋 东西包大人明察秋 包大人 不知道草民 可否立刻前往拜见少爷 你去见他做什么 魏大人 草民要将一切的事实 告诉给少爷 不 战时不得前往 待与洪儿对峙之后再说 张老夫 赵老夫 赵老夫 将高总统 带往西乡府歇息 注意 要填守门禁 不要让他人闯入 招待与洪儿当面对峙 是 大人应何叹息 倘若 他红尔正式 高总统并未说过 则一场惊天动地的婆媳惨案 即将解开 而退封辞官 以及张世贞不缘不渝之命 也将一一呈现了 公孙策 见过老夫人 不敢 不知公孙先孙为何事而来 学生奉包大人之命 请红尔姑娘到驿站一趟 红尔不过是我张家一名丫头 不知包大人为何要他前去 难道他曾犯了案呢 这道不是 只是想请红尔姑娘协助 让包大人对壮员工更加了解 协助官 乃愤怒之身 红尔 你就随公孙先生前去一趟 是 夫人 多谢老夫人 不敢 请 下车 此事大为古怪 你以为我 我在想 包大人不会无缘无故地 带红尔去问话 我只觉得此事并不单纯 如果仅想知道世贞的起居状况 大可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会不会是对雪梅的死起了疑心呢 应该不会 扶牙之中已经有了完整的公子 还有武座的验尸报告 应该无瑕错可许 包大人大案如审 大姐 我们不得不小心几次 当日雪梅死的时候 静谜 我 红尔在场 不可能歪歇 大姐 会不会包大人是 看出了红尔的神色之间 看出什么端子里来 这 大姐 不是我说你 你有时候做事就是太过人质 当初我就是提出要杀红尔灭口的事情 你始终是不大意 如果是依我之计呢 就像坐掉高冬城一样 不就永绝后患了吗 红尔他从小就跟着我 和同青生女儿 而且他从小里里忠心耿耿 你又何必再多照杀鸡呢 杀鸡也是杀 杀白也是杀 而且 如果红尔全盘拖出的话 那你不是就后悔莫及了吗 我相信他不会出卖我的 要是落实都司马迹呢 那也是天意如此 是要我能够报仇张家的圣鸡 那也就对得起张家的列祖列祖 至于我 反正你到够不出残忍 身负已不重要 大姐 你想得太简单了 这万一包大人查出了你 灵略雪梅致死 那单命保重 连张家的生鸡都毁于一旦 那雪梅致死 怎会使我灵略所致 全怪他不受妇道 和那高仲童朱胎案件 一丝包出敏捷 又有什么好冤呢 虽谁如此 但是杀人是为事实 但也免不了死对 还是重逃之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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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了 父归在天 一切等童儿回来之后 再作战 你还能不能够 红二叩见包大人 红二 凡夫问 你到张家有多少十日了 回包大人 红二七岁入张家 如今也十年了 在这期间 张老夫人带你如何 回包大人 老夫人一向后代下人 对红二更是十分疼爱 你家少夫人又带你如何 少夫人 少夫人她生前 一直把红二当妹妹一样 据本府所知 你家少夫人 原本与你一样 也是张家的丫鬟 回包大人 是的 少夫人是少爷的伴奴 红二则伺候老夫人 你可知 你家长公高仲彤被逐之事 回包大人 正是张家上下群之道 你可相信 那高仲彤是因盗窃而被逐 回包大人 红二不清楚 红二是事后听人家说的 大人 包大人 红我是说真的 事发之时 你一定不在场 回包大人 红二是在救老爷抓到高总统之后 才与老夫人到达现场的 红二并没有亲眼目睹一切 然而据本府所知 却有不同说法 红二 据说高仲彤被张流氏 污止于少夫人有染 而后被刘天赐追打逃亡 当时你也在场 实情是否如此 不 不是的 包大人不是的 放手麻烦 在 代高仲彤 是 鸿儿 本府若无十分把握 又岂会如此质问于你 包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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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在这儿 不错 他既为返乡 亦为被追杀身亡 本府要你实话实说 待会儿与他当面对之 看你还有何话说 齐禀大人 高仲彤跳窗而逃 什么 属下也照顾 收到前面 谁知道 他会从里面打开窗户逃走 属下师子 属下愿意收大人赞话 不错 展顾位 大人 你带张荣赵武立即前去追查 不要走脱这一条主要线索 重要人证 是 属下 属儿 本府重要人证一事 无法与你当面对置 然而事情真相 想必你心中明白 你且先行回去 白府若有事 自会通知你前来 是 我而告退 大人 高仲鹏会上哪儿去呢 倘若他所言首席 难道不怕被发现 再度被追杀 除非 大人是认为 高仲鹏到底还是 侠怨诬告 眼见要有何对质 唯恐当面被揭穿真相 故而金字逃亡 倘若 无法将他追回来 也只能如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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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都 Flash али 少爷 少爷 咱们进屋台吧 少爷 你得赶快替少夫人申冤 少爷 少爷 难道你连这段话都不相信吗 少爷 你知不知道 自从你进进赶口之后 少夫人她是过了什么样的日子吗 老夫人她说 少夫人她喜欢少夫人煮豆浆 少夫人夜夜磨浆 批财 煮酱 众统见少夫人体力不值钱去帮忙 反倒给舅老爷给毒打了一顿 后来 众统见少夫人皮财受伤 前去为少夫人鼓手 可是竟然没有想到 竟然被老夫人污指 众统与少夫人有染 虽然少夫人神力相求 让众统逃了出去 可是最后众统还是被救老爷追到 救老爷刺擦众统手刀之后 还将众统推入山谷里 想要杀众统灭口 还好 还好众统命不开去 在山里面懂了一段时间 虽然众统的伤害不好 可是众统实在已经忍不下去了 所以前往开封府 几股迷冤 少爷 少爷 众统死不足惜 但是少夫人为你受灵而死 你总得要说说话吧 少爷 你得赶快为少夫人报仇雪恨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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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你说说话 我决定你说说话 你得赶快替少夫人申冤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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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